来自南风都市报博宝 有关快递柜收费标准的争议持续扩大 风潮科技仍未让步 业内人士指出 持续亏损是风潮推进超时收费标准的重要原因 也显现出智能快递柜商业模式的单一问题 有分析认为 风潮开始进行用户收费 其背后更和顺风系企业的发展情况息息相关 顺风在2020年一季度的净利润下降28.16% 股价持续走低 市值目前2000亿元 相比2017年3000多亿元市值 蒸发了超过1000亿元 企业近期也受到了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 惠裕的负面评级